出发了,到黑河市,还有将近100公里,要两个小时 还走错路了,倒回来了 及时发现 前面就是爱徽古城 这里就是爱徽条约历史陈列馆 停车是没问题 我去古城看一下 康熙28年,1689年 中俄地界尼布楚条约,爱徽乃边外重镇,物彩丰富 沙俄武装入侵,签订了爱徽条约 爱徽将军像 对面就是黑龙江 江对岸就是俄罗斯 这里不能停车了 那今晚就不住这儿了 那边有一个遗址啊 因为这两边都驻军了 听到声音了 所以这边还不能乱排 这里就是古城遗址 艾徽海关历史陈列馆 人民公社 海关旧址 艾徽海关旧址 是位于爱徽镇政府院内 史券1909年 听说这里人家地灵 先后出了九位将军 我继续走 我继续走吧 这里不太好停车 我刚想走 这里看到一个艾徽新城遗址 实际上刚才我去的那个公园 就是艾徽古城 只不过剩下的古建筑不多了 而且是后来新建的 我到了黑河市了 一座美丽的城市 我现在沿着江滨公园开 希望能找一个好的停车位 这里有个洗手间 听说他们都在这里接水 我去问一下 您好 我能接点水吗 可以啊 你不用有管子吗 我有管子 好了 谢谢 这里加满水 用三天都没问题 每天洗澡 因为行车的时候它会晃 然后会把那个水给晃出来一些 大概能放个五分之一吧 水加好了 这里服务真是太好了 停车的地方离这也很近 之前是人山人海 现在疫情没几辆车 基本上都是旅游来的 晚上做个凶氏鸡蛋面 成功营造计划 1962年为抵御黄沙侵袭 我国建立赛罕坝机械林厂 当时36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建设者 从全国18个省份集结上榜 今年77岁的陈彦贤老人 就是赛罕第一代物林人 当时我们生活真的非常坚困 我们上去不长时间 这盐子以前的都是草坪 哦 都是绿色的草坪 这草都淹死了 那不淹到那个整个地岸了 对 这都渗水了这地方 哦 我天 春天发一次 然后上一段时间又发 哦 两次大水 今年发了两次大水 对 高厕了 你看那个 就是那个 沿了地方 好多净泥呢 是啊 这泥都上了 它都没干了 都到这儿了 在院里 呵 那这个地坝都淹了 那里面那些农田全淹了 那里面没有农田 那里面没地 那边没地吗 没有 反正下游那些农田全淹了 雨停了过来转一圈 昨晚上下了一晚上雨 对面就是俄罗斯 这边有一个大桥 但是离这儿有点远 疫情期间然后也没有开 这是目前中俄边境我目前看到的最大的城市 这下面这个通道本来是人行通道的 看这儿还在冒泡呢 所以已经顶到那个人行道的地板了 这边也在冒泡 整个都淹了 中俄自由贸易区 疫情之前也是人山人海 现在冷冷清清 哇俄罗斯那个国旗真的好大呀 这太夸张了吧 过去看看 这俄罗斯的国旗 和那个杆有点不匹配 旗垂下来能占到杆的一半了 洗了个澡太舒服了 洗衣服 别动啊 正好出太阳了 把衣服洗了 出水 都没有办法 找到杆 要侵入釣 山字 东西 一百区 夸杆 遮嘱 一百区 三百区 哎,多了多了 半个小时就下 你睡得好香啊,鸟 在开做饭了 把这个装上 洗好了 走你 这样亮不行吧 不容易干,还是这样亮 老白就在这儿等着没视频拍的 哈哈哈,你住了几天了是吧 五天了 拍啥呀,直到拍都发了 去里边坐,也没啥拍了 是啊 现在拍个延时还行 云比较多 想去对面,对面过不去 要做个菠菜炒鸡蛋 菠菜炒鸡蛋 要炒一下水吧 嗯 我也不会做,反而乱做 那肯定比我强啊 我平时也不这么多 是吧 就是在这儿待,这儿没办法 你没用电啊 电啊,这不经用啊 哦,那个,那个有多少 一度有吧 啥呀 那个,那个平常 我还有一块电瓶 哦 那个平时有充电 手机充电用 还有一块锂电池 还有一个120个锂电池 嗯 这个是160V的吧 那就充电什么 做饭可能就不行 做饭你还是用这个 好 好 奇怪